美国劳工部国际事务副次长李西亚昨日表示 美国的盟友欧盟及加拿大也将实施禁止进口中国所谓新疆地区被职位强迫劳动商品 他还警告各企业不能对供应链保持刻意忽视的态度 中国政府通过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内起草和传播联名信的方式 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奇莱特放弃发表各界高度期待的新疆人权报告的计划 路透社在独家报道中指出 该社记者看到了中国政府就此起草的一份信函 而且另有三个收到此信函国家的外交官也证实了此事 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函对新疆人权报告表达了严重关切 并希望阻止这一报告的发表 美国国务院周二发布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说 强迫劳动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隐形成本 今年的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世界贩运人口最严重的第三类国家 报告说 输国于一些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公民以及项目所在国的国民经历了欺骗性的招聘 导致他们陷入债务奴役 工资被苛扣 签订违约合同 履行和身份证遭扣押等情况 根据澳大利亚网络杂志报道 7月17日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公司发布了一份技术分析报告 声称抖音正在从用户手机上收集包括日历 联系人名单和照片等大量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传回了中国 报告称 抖音并不安全 呼吁民众慎用 英国首相约翰逊自辞去职务以来最后一次在议会上发表讲话时 提起自己在任期内领导英国成功偷欧 应对中共病毒 即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等 表示在这些成绩下离任 表明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亚 周三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 向议员们展示了俄罗斯发动的战争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伤亡 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 以帮助抵抗俄罗斯的导弹袭击 当地时间20日 杰尔杰斯斯坦总统会见了到访的中亚国家外长 各方就扩大双边及区域合作等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根据杰尔杰斯斯坦总统府官网20日消息 会谈期间 各方就即将举行的第四届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进行了讨论 并就进一步加强经贸 交通 人道主义等地区合作问题进行了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